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记忆体晶片大厂美光科技在纽约州奥农达加县总投资1000亿美元的巨型晶圆厂正式破土动工。 据介绍,美光的巨型晶圆厂专案是纽约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私人投资专案,建成后将成为全球最先进的记忆体制造基地,并有助于满足现代经济核心、人工智慧系统日益增长的需求。 该专案最多可建四个晶圆厂,建成后将成为美国最大的半导体工厂。 美光的纽约州晶圆厂计划涉及四个晶圆厂阶段,捷径式面积约为60万平方英尺,约55700平方米,总投资将达耗资1000亿美元。 该工厂是美光长期战略努力的一部分,旨在建立强大的美国国内制造足迹,以支持商业和国家运算需求。 美光科技董事长、总裁兼执行长桑杰梅赫罗特拉、桑杰·麦罗特拉表示,如今,美国本土生产的记忆体占比为零,但未来十年,40%的尖端记忆体将在美国本土生产。 要知道,就像大脑需要更多更快的记忆一样,人工智慧也需要数据,需要更快更大的记忆体。 美光将在美国本土生产这些记忆体。 奥农达加县行政长官瑞安·麦克马洪表示,晶片与科学法案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为了国家安全,将晶片制造引入美国。 美光公司的工厂将使美国更加安全,奥农达加县也已准备好提供支持。 麦克马洪说道,眼下最重要的是确保美光科技持续发展,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光需要完善的供应链,将为他们提供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 美光将在纽约建设这些基础设施。 州长正在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的能源体系。 美光也会在纽约为你们提供这些。 这真正关乎美国工人和机遇。 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回忆起当年冒着暴风雪乘坐小型飞机去见桑杰梅赫罗特拉的情景。 他决心一定要达成协议才肯离开。 他深知纽约州因其反商业的名声而处于竞争劣势。 他和州议员们制定了一套激励方案,以吸引美光公司参与投资。 这极大的增强了企业对纽约州的信心和信任,让他们相信纽约州是轻商的, 纽约州愿意支持像美光这样的企业。 他说,这对其个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与此同时,台湾晶圆代工厂利基电与美国记忆体晶片大厂美光科技1月下旬共同宣布, 双方已签署Letter of Intent独家一项书来, 美光科技将以总价18亿美元现金收购利基电, 位于台湾苗栗县铜锣的P5晶圆厂的厂房及厂务设施, 不含生产相关机器设备。 此次收购,包括一座占地30万平方英尺的现有300毫米晶圆厂捷径室, 将进一步巩固美光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记忆体解决方案需求的能力。 同时,该一项书还指出,美光将和利基电建立DRAM先进封装的长期晶圆代工关系, 美光也将协助利基电在新竹P3厂经济现有利基型DRAM制成技术。 利基电将借此强化财务体制,趁全球记忆体景气翻扬, 结合3D晶圆堆叠、WOW、中介层、Interposer等先进封装技术和材料, 利基电将转型机身、AI供应链重要缓解。 此次战略性收购现有捷径室,是对美光现有台湾业务的有力补充, 将使美光能够提高产能, 更好地服务于市场需求持续超过供应的客户。 美光科技全球营运执行副总裁马尼什·巴蒂亚表示, 利基电、铜锣工厂披临美光台中工厂, 这将使美光在台湾的各项业务产生协同效益。 利基电董事长黄仲仁表示, 这一波AI应用风潮带动全球DRAM景气上扬, 可迅速扩充产能的铜锣新厂, 顺势成为美光与利基电合作双赢的支点。 出售铜锣厂除可改善利基电财务体制, 利基电还将在通过美光认证后, 被纳入美光DRAM先进封装供应, 同时也将与美光合作在新竹P3厂, 精进利基电现有的利基型DRAM制程, 对利基电优化营运体制注意颇多。 黄仲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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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 专业内分阶段转让 以协助立基电优化财务结构 重要的是 美光不仅提供技术支援 协助其精进立基型DRAM制程 更与立基电建立长期的代工伙伴关系 双方将在HBM后段制程深度绑定 黄冲仁指出 未来立基电将瞄准AI供应链 重组原有三座12座 二座8座晶圆厂的生产资源 专注于AI应用 所需的3D AID RAM WOW Wafer on Wafer 锡中介层 Interposer 锡电容 IPD 电源管理 ICPMIC 及功率元件 GAN MOSFET等高附加价值晶圆代工产品 并逐步减少非AI相关的业务 顺势优化立基电的产品组合 以提升长期获利能力 针对员工最关心的工作安置 黄仲仁也郑重给予两点承诺 首先是坚持不主动裁员 视员工为最珍贵资产 其次则是妥善安排 对于铜锣厂铜人 将进行有序签回计划 针对内部营运调整 立基电总经理朱献国表示 该公司将在确保生产不中断 及不影响Five IP业务的前提下 将铜锣厂的人员 设备及产品线 有序签回新竹厂区 在泰换新竹厂区老旧设备的同时 逐步淘汰低毛利产品 以降低对成熟制成代工业务的依赖 强化立基电营运体制 预计在完成交易协议签署 和获得必要的监管批准后 双方的这笔交易将于2026年第二季度完成 交易完成后 美光将接管P5工厂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并分阶段进行设备安装和DRAM产能提升 而立基电将在特定时间内 将其铜锣工厂设备进行迁移 美光预计此次收购将有助于 其从2027年下半年开始显著提高DRAM晶元产量 美光表示 此次收购是对美光公司持续全球扩张计划的补充 该公司正加大投资 以满足客户的长期需求 黄中仁最后则强调 立基电与美光的合作 将可显著提升台湾记忆体技术水平和供应链完整性 强化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关键地位 进一步巩固台湾在未来 以AI应用为核心的科技竞争优势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